锐利于藏传佛法,在汉地的红传与教育 南卓仁波切也积极翻译大量的藏文经典 南卓仁波切曾先后在拉萨、尼泊尔、印度 学习各派传承法门、闭关及朝圣 同时到印度北部的直供嘎举菩提寺佛学院 拜见直供策战法王 书籍直供嘎举共与不供法门的灌顶、口传及经论 并进行闭关实修 1997年,在法王的安排下来到台湾 成立中华直供嘎举大手印武至佛学会 过去赞助佛教学习缺乏资源跟书籍 所以我发了大概五年多将近六年的时机 人力的话叫做我们八个人 包括我就是翻译了六百多种的藏文书 翻译成中文 整个一本来去通缉起来的话 一本大概有四百页 四百页的话就是我们 十六年内翻译的书 大概有六十五本到七十本的这样的一个书本 那这边就是翻译排版 排版有没有两种一个排版 三种排版 一个是就是传统的 一个是就是现在的书本 一个是就是一个电子书 就为了大家方便就是这样的做了这些事情 跟大家分享 跟大家希望有一个更多的人希望支持 更鼓励 那更多的人希望学习的机会 更希望大家有更好的未来学习佛法的环境 南卓仁波界出至台湾时 完全不会修中文 在短短的几年之间 不但听说自在 无论法会或接见弟子 都能够直接以国语沟通 同时仁波切在佛法事业的拓展上 采取多元开放的态度 除了传统的灌顶、火供、课程教授外 也积极参与新的传法形态 希望能够将佛法以更宽阔的角度 利益更多的众生 时光新闻记者赖伊荣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